蓬莱大帝手掐法绝 千丈之举的轰雷神剑光芒大盛 便朝谭云暴战而去 谭云身子凌空一顿 双目赤红杀意凛然 想要杀死我 哈哈哈哈 休想 鸿蒙图神剑绝 就卖世神 轩即 谭云庞大的身躯 自鸿蒙虚空急速闪烁 可然间 金木水火土 风雷时间空间至大地之力 洪流一般涌入鸿蒙神剑之内 谭云瞬间施展九字神通 九脉世心 九道长达万丈 蕴含九种属性之力的璀璨剑芒 带着强悍至极的威能 朝飙舍而来的风雷神剑杀了过去 当第一道万丈剑芒 攻击在风雷神剑上之时 便瞬间爆碎 千丈风雷神剑猛然一震 而盘西虚空中的蓬莱大帝 亦是老去一斗面色苍白 紧接着 剩下八道九脉事先剑芒 接连轰击在神剑之上 风雷神剑在虚空里 被轰占得嗡嗡之铲 盘西悬浮的蓬莱大帝 老去颤抖的愈发厉害 脸色更是苍白的可怕 最终挖的一声 吐血三丈 此时此刻 蓬莱大帝直觉 藏匿于风雷神剑中的大帝魂 已经遭到了正创 随着大帝魂收窗 蓬莱大帝直觉阵阵强烈的 眩晕感席卷脑海 神迹 他的耳鼻便溢出了鲜血 风雷神剑 给本大帝杀 遭到反噬的蓬莱大帝 再次口吐鲜血 声嘶力竭大后出声 千丈之举的风雷神剑 发出一道轻盈 紧接着便以 谭云躲避不及的速度 朝谭云的胸膛 飙射而去 谭云发出一道野兽般的咆哮 左手猛然前探 便徒手抓向剑刃 他伸手握剑 只为给自己 争取一定点的躲闪时间 如若不然 风雷神剑 将会刺碎他的心脏 血液喷剑中 谭云左掌 抓住剑刃的瞬间 风雷神剑轰然一阵 便将谭云的五根手指 吃拉一声割落 就在这时 谭云顺时朝左侧 平移了一瞬 虽说躲开了心脏 被刺爆的厄运 但风雷神剑 仍旧刺穿了他的右肩 你断我一臂 本大帝也要断你一臂 蓬莱大帝面目猙獰 操控风雷神剑 在谭云体内一旋 骨骼爆碎声轴 谭云的右肩 瞬间爆裂开来 几乎没有血肉的右臂 断落在虚空之中 谭云五官扭曲 一念之间 三千丈鸿蒙式神剑 腾空而起 被他牢牢握在左手之中 老皮肤 近日老子要你不得好死 鸿蒙式神 九世诸神 这一刻 谭云孤注一掷 施展最强神通 谭云忍痛 自虚空中接连闪烁九次 每次都挥出一道 犹若实质的万丈剑芒 每道剑芒内 都蕴含着 十一种属性的大地之力 伴随九道震儿与龙的巨像 九道剑芒 站在了风雷神剑之上 每斩一次 风雷神剑 便被劈飞数万丈 而盘膝而坐的蓬莱大帝 便会口吐一次鲜血 酒见过后 谭云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疲惫 反观蓬莱大帝 喷出九口鲜血后 蹊跷流血 身躯在虚空中摇摇欲坠 这一刻 蓬莱大帝头疼于裂 强烈的眩晕感 恍若狂风暴雨 垂及他的脑海 蓬莱大帝咬破舌尖 浑浑噩噩的思绪 变得清明些许后 他怒急而笑 谭云 谭云 本大帝不得不承认 你很强大 甚至强大到 让本大帝 遭到重创的地步 可是 很可惜 你还是比本大帝 弱了一些 现在 你可以去死了 杀 狂笑之后 蓬莱大帝变得 愈发飘渺的大帝魂 骤然飞回了 蓬莱大帝的脑海之中 旋即 手段进出的蓬莱大帝 将千丈风雷神剑 化作三尺三寸 重新射入右手之中 他一边蹊跷流血 一边朝谭云急所杀来 同样遥遥雨坠 身负重伤的谭云 瞳孔中流露出 掌控全局的味道 蓬莱大帝 近日你将被围殴致死 围殴 没错 本大帝是身负重伤 不过 你和那蒙面小儿 同样也是身负重伤 你们两个有本事 就来围殴本大帝呀 来呀 你们倒是来呀 谭云 你死定了 待你死后 鸿蒙至尊所有的神剑 都是本大帝的 蓬莱大帝激动的狂笑声 驾然而止 接下来看到的一切 都让他感受到了 深深的惊恐和愤怒 宿兵 玉京 向儿莫义 新颖素贞 你们所有人 还有老袁你们 都出来 给我维护他 这老东西已经身负重伤 我相信在你们合理之下 他绝无生还可能 随着谭云话音落下 深宿兵等人 和方志庆他们 皆自谭云四周凭空出现 望着这一群大帝镜的强者 蓬莱大帝彻底陷入惊悚 更让他绝望的是 谭云的身前 一只高达五千丈 明明是大帝兽生长期四节 却散发媲美大帝兽 成年期九阶气息的 魔元凭空出现 紧接着便是一头金色巨尸 最终 十二头大帝兽 散发着比他们自身 境界要强横的气息 率先朝自己冲来 你那个熊的 这个让你知道 你熊爷爷的厉害 一向喜欢痛打落水狗的 天罗龙熊王 当即抡几巨锤 朝蓬莱大帝砸了过去 身负重伤的蓬莱大帝 彻底慌了神 他连忙转身 朝遥远的镇母逃了过去 然而身负重伤的他 才刚飞行数十万丈 便被施展时空换步的 沈苏斌给追了上去 扑斥一声 蓬莱大帝侧手躲闪之际 沈苏斌一剑 将他的颈部 斩出了一道口子 而凝聚出一对 圣意的坦台仙儿 更自其身旁一闪而视 一剑斩断了他的左脚脚筋 不 不 在蓬莱大帝的惨叫声里 他又被使天魔元 以一棒砸住后背 在随后的一刻中 众人分明可以轻易地杀了他 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么做 而是对其展开了 惨绝人寰的摧残 其间 谭云并未恢复伤势 而是遥遥雨坠 踏空而立 欣赏着蓬莱大帝 被虐的一幕 这时 铁路龙雄王 替着奄奄一息的蓬莱大帝 飞到谭云跟前 主任 交给您住之 好 谭云点点头 便看向蓬莱大帝 你不是很想知道我的身份吗 好 我现在告诉你 我就是鸿蒙至尊的转世 鸿蒙至尊 就是我 温言 原本还有一口气的蓬莱大帝 忽然双目暴突 身子在一阵抽搐之后 竟是被胡活吓死